顶峰作案野心勃勃 赵薇呢 最后是终于原形毕露 下场的让人忍不住的拍手叫好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曾经活变了大江南北的小案子 一夜之间的成为了全网的封杀对象 一提到赵薇呢 大家是不是印象非常深刻了 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一个缓珠格呢 可以说是创造了收视率的一个奇迹啊 真的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把剧中的一个小案子呢 演的那是活灵活现深入人心 比当年那个西游记呢 甚至还要活 也因此呢一炮而红 更加稳固了他在演艺圈中的一个地位啊 凭借着他的娴熟的一个演技呢 接着赵薇呢 又出演了那个什么情深深雨萌萌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电影啊 后面呢 他的事业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赵薇呢 这个人呢 原本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 但是他的性格呢 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个一生啊 如果说赵薇呢 选择当演员改变了自己的一个命运 那么他的婚姻呢 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赵薇之前呢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也谈过几个男朋友啊 都是那种富豪特别的有钱人嘛 他连追求他的一个黄小明呢 那都是看不上的 可见他的眼光呢 到底是有多高 正因为呢 与黄有龙的一个结合啊 从此以后呢 赵薇那个在那个资本圈呢 那混的真的是 可以说是有声有色 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呢 那是双丰收 增向了人生的一个巅峰 但是呢 在2021年的时候啊 一大批艺人被封杀 然而呢 在这批被封杀的一个明星当中啊 对赵薇的一个封杀呢 可以说真的是不声不响 也是毫无征兆的 当网友还有粉丝 还在搜索赵薇 到底为什么被封杀的时候呢 却发现了 他之前参演过的很多的一个作品 包括电视剧电影呢 都通通已经被下架了啊 真的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这么彻底的封杀 真的是旧由自取 自作自受啊 那么2001年 那个时尚杂志的一个服装事件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后呢 在2019年呢 他是又起波澜啊 他的那个旗下那个艺人呢 又出现在日本的一个谋舍 就是更令人可恨的是呢 他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 自己的一个私欲啊 更是牺牲了广大人民其中 胡乱的去操控那个股市啊 让很多股民呢 那赔的是倾家荡产 让人真的是气愤至极 咬牙切齿啊 本来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 一个国民演员 如今呢 却像是一个过街老鼠一样 落到了人人喊打的一个下场 真的是玩火自焚 自作自受 对赵薇这个演员 大家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但是 感谢观看